马老四是村里出了名的光棍 他憨厚朴实 寡言少语 习惯低着头 用眼角窥看世界 他半辈子都在给三哥马老三 当牛做马 靠他的阶级过活 马老三的儿子要娶妻 怕女方嫌弃家里 还住着老四 便托人给他说媒 好让他抓紧搬出去 没人给介绍的对象 叫曹桂英 他和老四一样 也是个苦命人 一直寄居在哥嫂家的破棚里 因为经常被打骂 留下了腿瘸手抖的饼根 不仅失去了生育能力 还患有尿失禁 经常尿裤子 曹家嫌弃贵英是个累赘 马家觉得老四是个负担 一来二去 两人的婚事就被亲人定了下来 没有酒席 没有祝福 他们拍了张结婚照 就当结婚了 个照片上 贵英一脸倔强 老四一脸冷漠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对新婚夫妻 成亲后 两人搬到了一所 无人居住的破房子里 当夜 老四不管贵英 自顾自睡了 夜里起也发现 贵英半坐在床上 他也没问 贵英等他出了屋门 再稍稍挪动了一下 原来他尿床了 等老四回来睡下 贵英悄悄起来 将裤子绊扒下来 用炉火烤着鸟湿的地方 夜宿的姿势 没耽误他打盹 老四猛然惊醒看到这一幕 没声张 扭头又睡了 第二天 老四带贵英 去自己的爹妈坟前烧纸 告诉他们 自己成家了 烧完纸后 两人一起坐在沙丘上休息 他从供品中 拿出一枚苹果 递给贵英 让他吃 贵英直逐了一下 还是握在了手里 老四又递过来 一个麻花点心 贵英依然没敢吃 等看到对方 主动吃起了供品 他才小心翼翼地张开了口 几天后 村里开会 承包土地的首富张永福 得病住了院 急需二一只阴性熊猫血 让乡亲们无偿见血 政府还欠了村民们 地租和工钱为结算 书记说 只有救活他 这笔钱才有着落 政府的儿子小张 也立刻站了出来 对着村民 做出了承诺 村民们沉默了 没人问地步是张家的 为什么能拿来顶租 也没人问 政府在城里住着别墅 开宝马 为什么还要拖欠工钱 这阵沉默 被村长的话语打断 村长说 麻油铁 恰好也是熊猫血 在一阵奚落和嘲笑声中 麻老四的名字被人记起 也被小张惦记上岸 当晚 他连带一伙村民乌洋洋 堵在了老四家门口 想让他献血 龟鹰悄悄拽着老四的衣服 想阻止他 但老四看着半屋子的村民 知道他们还指望自己 救了张永福 拿到欠的钱 最终 还是同意了 两人坐着小张的车 进城陷险 路上 龟鹰尿在了车上 还晕车吐了一地 小张埋怨两句 却也不敢多说 而在翻桌上 护士的一句话 彻底让张家人的热情 变成假惺惺的客套 他说 血里没啥传染病 能采 他们都在等着吸血 却因为老四的身份 打心眼里 嫌弃血脏 吸完血回来 老四去买小麦种子 让老板系在账上 秋后卖了粮食 一起结算 微观的人打去说 他都掀了熊猫鞋 怎么不让张永福掏钱 买种子 老四听了不作声 随后 众人又笑话 龟鹰尿裤子 闻言 他脱下身上的大衣 披在了柜鹰身上 帮他挡住了屁股 夜里 马老三来敲门 让老四明早套旅车 帮忙去城里搬家具 他点头应下 第二天一早 他做好饭菜 一一交代好 柜鹰就出门了 回来途中 老四相中了一件女士大衣 但他兜里结局 摸了摸 还是放下了 小张开车路过 看见这一幕 卖了大衣 追上来给他 老四退让一番 最终还是收下了 但坚持 这钱算他借的 不白收小张的衣服 半夜 老四终于从城里赶回来了 回家路上 他瞧见鬼鹰 抱着手电筒 咄咄嗦嗦地 站在路边等他 十分生气 贵鹰愣了愣没说话 陈薇薇的 用那只 一直抖个不停的手 从怀里 捧出来一罐 热气腾腾的水 老四没了脾气 他拿出那件女士大衣 披在贵鹰身上 说她的长度 刚好盖住屁股 以后尿裤子 就再也没有人说她了 鸡盒的夜 挂着料酒的风 但对彼此的挂念 让两人的心 软肠了一滩水 转眼到了初春 两人开始 用买来的小麦种植 耕地种田 还去邻居家 借了十个鸡蛋 准备敷小鸡 鬼鹰将鸡蛋 放在一个 充满冻的纸箱里 在箱子顶部 放上一枚灯泡 这样一个简易的孵化箱 就做成了 灯泡通上电后 通过纸箱 散出点点星光 鬼鹰一时瞧得正冷 老四笑着 晃了晃灯泡 于是暖黄色的光 也撒了鬼鹰一身 两人都笑了 不久 村里对空置的旧房 有了新政策 如果房主选择拆除 会给予一万五的 拆除补贴 房子的主人听说后 也赶了回来 想要拆除房子 不得已 老四和鬼鹰 再次搬家 新家依旧是一所 无人居住的破房子 老四深知 这不是长久之策 于是找了片空地 准备趁农耕的闲暇时间 亲手给自己和鬼鹰 搭建一个家 在中堤盖房的时候 老四是个温和的哲学家 他关照万物的感受 他对着鬼鹰说 电报鸡娃子 没有妈妈 第一眼看到谁 谁就是妈妈 他把打落的燕子窝 捡回来 悬在屋檐下 不想让他们失去家 这个木讷善良的男人 干活也十分麻利 鬼鹰从旁协助 人很快就做出了 一大堆土胚 与此同时 纸巷里的鸡 也孵了出来 一切都在想 好的方向发展着 一天 小张开车找到了老四 伸手滴上一根烟 虽然没说话 但目的却不仰而语 鬼鹰这次 没有拽老四的衣袖 而是直接对小张说 这一次不去了 沿途经过的村民 纷纷停下 似乎知道了小张找老四 是为了什么 而小张看老四没反应 用了句 老四沉默半傻 最终还是点头去了 鬼鹰依旧跟着去 这次小张在车后座上 套了塑料薄膜 似乎是担心鬼鹰 再次尿在车上 抽血的时候 鬼鹰一直陪在老四身边 恨不得让护士抽他的血 但拥有心疼的目光 全都落在老四身上 等到夏天 小鸡终于全部敷了出来 鬼鹰编了几个草笼 用来挡鸡笼 老四白天干浓活 造土胚 夜里胳膊酸痛 鬼鹰心疼的 劝他歇一歇 忽然窗外电闪雷鸣 风雨欲来 想起露天放置的土胚 老四急忙起身下床 鬼鹰也跟了上去 连人用破烂的塑料薄膜 想要盖住土胚 奈何风大 前脚盖住 后脚就被吹走了 转眼大雨倾盆 老四心疼鬼鹰 担心他生病感冒 劝他先回家 鬼鹰不一 急得直哭 老四也心急 不小心摔倒在地 鬼鹰去扶 结果自己也摔倒了 连人互相扶着想站起来 或许是地滑 或许是没力气 连人半天没站起来 鬼鹰又哭又笑 老四也笑 天亮雨停 老四还是担心鬼鹰会生病 鬼鹰不以为意 说自己以前没睡过好地方 风吹雨打习惯了 他用草编了一只驴递给他 老四感慨说 还是错别的 不吃错 那就不就让是坏 初期两人出见面的场景 鬼鹰说 他记得马老三 把驴打了一顿 然后看到老四 在后院心疼驴 还给驴喂苞米 这个夜店没有都被我的好 你是好人 然而好思终于确定了心意 夜里 他们在屋顶上乘凉睡觉 老四用一个腰带 穿起两人的裤腰 笑着说 这样就不会掉下去了 很快 新房累好了地基 房子的雏形 也逐渐显露出来 期间 老四还用半袋面粉 换来了一车积积草 用来编屋顶上的草席 晚上 老四带鬼鹰 去给爹妈和大哥二哥烧纸 告诉他们自己也快有房子了 回去的路上 风中飘来麦子出碎的香味 老四说 之前村里有个疯子 每天都在捣鼓 寄句风话 小张要求的献血行为 依旧没有停止 这一次 他又送来一件衣服 老四叫住他 想让他尽快结清 对村民的欠款 小张似乎被这种穷人的善良逗笑了 但最终还是应征下来 小屋最终在秋天见好 茂密的玉米地里 包裹饱满 沉甸甸的卖结杆 压完了旅车 老四上下车不方便 就让鬼鹰和村里其他女人一样 用核叉将结杆挑起来 递给他 但鬼鹰手抖 也站不住 失了几次都没成功 老四气得骂他贤王 还不如旅作用大 甚至在鬼鹰扶他的时候 一把把他推倒在地 鬼鹰坐在地上发抖 半天没起来 不一会儿 裤子也湿了 回程路上 鬼鹰生气不理老四 也没有坐旅车 老四拦住他哄他 说他专门在节杆中间 坐了个窝 就是让他坐的 边说边把鬼鹰 往旅车上推 鬼鹰半推半就上了车 这次老四也上去了 他轻快地驾着旅车 回头冲鬼鹰得意地笑 收割后 接着是脱力 休息时间里 老四用卖力 在鬼鹰那只颤抖的手上 种出一朵花 说这样就不会把它丢了 鬼鹰看着手上 被卖力压出来的印尊 第一次笑出了声 可因为经常接触麦穗 鬼鹰身上起了麦疹子 老四趁夜色 带他去河里洗澡 鬼鹰怕水 被老四鼓励着下了河 他让他紧紧抱住 贯穿河两岸的木头 自己则在他身后抱着他 帮他搓背 晚风袭袭 两人靠得近 河水也不那么冷了 新房建好后 两人居住的那间房子主人 也找了过来 想让他们尽快搬 两人家当少 一个旅车就装满了所有家具 看着倒塌下的旧房子 老四从废墟里 捡住燕子窝 带去了新家 新家比两人住的所有房子都好 虽然是泥土气的 但通透明亮 不漏雨 最重要的是 终于没有人来 赶走他们了 鬼鹰在老四手上 也种下一朵花 对这种生活 感到了一丝丝不珍视 我咋的都没想到 这辈子 还能有自己的家 但老四却郑重地告诉他 等包米卖了 就给他买个大电视 然后去医院 好好瞧瞧他的病 两人的日子 似乎终于走上了正轨 像所有村民一样 他们养驴养鸡 播种收获 相亲相爱 他们一个人劳作 另一个人会陪伴 一个人要外出 另一个人会牵挂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两人也似乎 从没这么满足过 一日 马老三找上门来 说村里针对特困户 有一项政策 只要出一万元 就可以买一栋 价值二十万的楼房 机会难得 他愿意替老四出这笔钱 但老四却不放在心上 楼房虽好 却不自由 不能养鸡养驴 农耕也不方便 马老三有些急了 老四无儿无女 他这算盘 明显是为自己儿子打的 看老四不为所动 又说起 他给张永福献血的事 说村民们 还指望他救货张永福 好结算欠款 只要他愿意买这个房 没人敢跟他抢 对此 老四只好默认了 不久 包股也收成了 但小张没有遵守承诺 卖了包股 还村民的钱 而是用包股 顶替欠款 市场价八毛一斤的包股 他一块算 村民们不愿意 轮到老四的时候 他主动少收了160元 说是之前依附的借款 一码归一码 小张也不拒绝 一口硬承下来 这意味着 老四是无偿献血给张永福 而张家什么都没付出 也没有收诺 夜深了 农忙又开始了 但桂英却突然病倒了 老四用机下的第一颗鸡蛋 给他做了荷包蛋 想让他补充点营养 桂英舍不得 劝老四也尝尝 老四安慰他说 下了第一颗蛋后 以后日日都会有鸡蛋 不怕没得吃 因为桂英病了 老四便一个人去地里忙活 经过河边 有人跟他说 桂英拿着饭出来寻他 结果起身后没站稳 不小心掉到了河里 路边有人去救 不知道救上来没有 老四一听 便抛下旅车去河边寻 但还是晚了一步 他用力举起桂英 呼喊着他的名字 可桂英还是死了 手里还紧紧攥着 准备拿给老四的饭 桂英没有照片 老四只好把结婚照上的桂英踩下来 放大了当遗照 他摘下墙上的喜次 挂上了桂英的黑白照 然后最后一次 在桂英的手上 种下了一朵花 随着桂英的离开 老四的亲戚似乎也散了 他放走了驴 将所有的粮食全部借卖 换清了买种子时的欠款 和当初借的是梅鸡蛋 回到家后 他沉默地坐在 没有生气的屋子里 失掉了手里 攥着半天的鸡蛋 墙上桂英的遗照 还在倔强地看着他 引得老四抬头往了半场 暗头上 一个绿色的农药瓶已经空了 最终 老四安静地躺下了 他紧紧攥着那只草边的驴 合上了双眸 不知道过了多久 老四的亲戚 找人把房子拆了 把一万五的拆迁费 放进了自己兜里 人曾经辛辛苦苦 与夜摇冒雨去护着的房子 被铲车一推就塌了 那只消失的驴也来了 看着倒塌的房屋 渐行渐远 小张又找上门来 似乎是想让老四献血 但马老四已经找不见了 引入沉淫 是导演李锐骏指导的 第六部唱片 上映于去年七月 不仅创下一亿票房的 文艺片奇迹 还入围了当年 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虽然李锐骏拍了16年的电影 不过在电影圈 他仍是一位新锐导演 并不为国内观众所熟悉 主要原因 是在于他的镜头 始终对准一个落后的西北农村 不知疲倦地 记录着那片土地上的 任于生活 其中老驴头告诉他们 我成百合去了 夹在水草风貌的地方 被归纳为他的土地三部曲 不变的乡村题材 不刻意 不讨好 不商业的艺术表达 天然地形成一道门槛 将普罗大众挡在门外 直到一种尘烟爆红 才让更多人意识到 原来还有这样一个人 在坚持记录着故乡人世 国内同样聚焦成长环境创作的 还有第六代导演贾章科 两人在影视创造上 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 比如 两人都喜欢用气势风格进行创作 都偏好利用非职业演员等 但不同于贾章科影片中 人物在时代浪潮 历史变迁中的悲凉 李锐骏更在乎当下时间里 人物的个体状态 就像龟英和老四 他们是农村里被家庭 被命运抛弃的弱势群体 身上穷 残疾 不会反抗等特性 让他们成为群体中的边缘人物 但他们就像拿着不属于自己的剧本 登上不属于自己的舞台 依然在苦难生活里 挣扎出失忆的爱情故事 失忆是浪漫的 也是悲怆的 引入尘延 二者 见而有之 所谓浪漫 是龟英从胸口掏出的水瓶 是老四在龟英手上 种下的一朵花 是四季更迭 贤泥筑潮 春种秋收的生命哲学 而所谓悲怆 是被嫌弃 被误解的宿命 是一手建立起的土屋 最终灰飞烟灭 是旁人吸着他们的血 还嫌弃肮脏 丁就在这种浪漫与悲怆里 讲述他们如何建立家庭 情感又最终消亡的故事 龟英去世时 有人对老四说 你坐一会儿 不要太伤心 你现在 房子粮食都有了 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 影片并没有在这里 下让而止 而是继续呈现了 老四在龟英去世后 茫然无措的状态 由此也引出了 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一说是 老四引下农药死了 一说是 老四巧前新居 过上了新生活 前者的镜头表达 非常隐晦且抽象 但从龟英死后 老四种种举动 都在和陈氏 划清界限 做告别 暗示着 这就是故事的真相 后者没有具体画面的呈现 只有影片最后一分钟的 黑白字幕 广而告知 这是结局 关于这一点 李瑞俊曾表示 他不能死 有些时候 不是你想死就能死的 短短几次 道尽讽刺之意 但生活 不是可以被修改 结局的故事或电影 废墟不见的 会变成楼房 看见漫天光明的人 不一定会 重归于陈寂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结束到这儿 喜欢视频的话 欢迎收藏 订阅 我是墨烟斯 祝你早安 晚安 和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